為何還要搞一個流動生命 Life Flow 很多人都問過這個問題 為何要搞多一個團體呢 有些人就說團體不怕多 大家有不同的角色 十幾年前已經有人在說 香港這麼多環保團體 為何不需要合同一個 為何大家齊心合力 搞一個大的 這樣就不用到處都為人捐錢 這麼麻煩 不過我又發覺原來不是的 很早就知道不是這樣的 原來每一個團體 不論多大多小都好 我現在發覺 都是幾個人做事 主要是幾個 如果全香港有一個很大的環保團體 都是五個人做事 如果全香港有五十個 就有二百五十個人做事 就是這樣 我自己在1986年的時候 第一次加入綠色組織 那時就是長春社 那時是一個低潮 很少人的 我們幾個搞頭 會員都只有三幾十 跌回三幾十 本來是千多 然後我就覺得 香港需要一個新的 很闊的組織 不是青藥搞環保 於是就跟劉慧卿 梁煙成 朱耀明 陳冠宗 溫錫倫 聖班大姐大哥 搞了一個新的組織 叫做綠色力量 又搞了幾年了 我們成立了六題圓龍場 搞了幾年後來 我離開了綠色力量 就專心去做一件事 就是推廣素食 在1995年就搞了一個 香港素食學會 又搞了幾年了 最近呢 我們將素食學會 就擴大它 參加很多 即是參加很多其他 不只是 講喝講食的人 是一個很全面的綠色團體 主要推廣綠色生活 就叫做綠色生活 教育基金 我們給一個簡單的名字 它叫ClubO 好了 我退休之後 發覺 還值得有其他的事去做 於是 又和另外一班朋友 搞了現在這個新的流動生命 流動生命 顧名思義 就是讓大家的生命很流動 流動的意思呢 就是 讓我們可以 一方面跟著的勢去 慢慢慢慢地 很舒服 很隨緣地去流動 第二呢 flow英文 就不只是流動那麼簡單 而是一種很亢奮 很expanded 很擴大了 很忘我的狀態 即是一個 你可以說是高潮式的存在方式 我們不斷搞很多營收的活動 一路入到存在的深處那裏 每個禮拜有機會 成班好志同道合的人 在那裡談 在那裡探索生命 在那裡分享生命 又搞了一年了 現在呢 flow這個組織 流動生命 又和另外兩個組織合在一起 再推出一個新的組織 就叫做 Life Academy International 我們還沒有中文名的 Life就是生命 Academy就是一個學院 藝術院 我們很希望有一個協同的效應 一些新的朋友 一起 我們現在的基地在中環 5月底就開檔了 6月就開始推出我們的課程和活動 大家在這裏很快會聽到 我們開幕的消息 我們的網站 我們的blog Facebook 都有很多最新的消息報告 希望有機會在那裏見到你 在Club 見到你 在Live Flow 見到你 好 明天再聊